这边的话目前确诊已经是突破3万了 然后每天新增的人数差不多在300多到400之间吧 这个背景看的好像有点像我在某个地方被关起来的感觉是吧 但其实因为太阳光比较强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为了顺光其实放弃了很好的一个背景 这边其实还是绿树成荫挺漂亮的 很多朋友这段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关注海外的疫情 尤其是长期关注我视频的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波兰这块 那么波兰这一块的话 今天累计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3万 单日新增差不多是在300多不到400的样子吧 那么这样一个数量如果说放到国内的话 肯定是一件很让人震惊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现在已经不用戴口罩了 基本上这样的日常的室外活动都是不需要戴口罩的 哪些地方需要戴 比如说在人比较密集的这样一些公共场所或者说有是蜘蛛 跟上期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蜘蛛咬一口吧 一口变成蜘蛛侠算了 尤其是在这个比较 例外的就是在人比较多的公共场所或者说是室内你是需要戴口罩的 但是实际当中我昨天去商场转了一圈 商场里面戴口罩的人和不戴的基本上一半一半版 这个咖啡 我要的是加奶的 但是喝起来很重很重的咖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重的一股味道 但是卡芬瑞尔还比较浓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 跟大家很多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为什么类似的情况国外人就这么不在意 难道他们真的是不怕吗 我其他国家我不知道 但波兰人还是比较害怕这个东西的 而且比较注意 之所以不戴口罩一方面是因为这面人口的密度没有国内那么大 你在室外的话 想要保持两米到三米的这样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还是非常的容易的 另外就是 这边因为他是看死亡率嘛 年纪比较小的 尤其是这种50岁以下的 其实死亡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说这一类人相对来说更放得开一些 但是你如果注意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基本上老年人 都是戴口罩的 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这边生活方式 人种还有饮食习惯都和国内不太一样 比如说这边的话日常饮食主要是以生菜 还有就是肉类为主 碳水化合物摄入的相对来说少一些 而且即便是有的话也是以面食为主 所以说整体人的抵抗力要比国内要强一些 另外的话就是生活方式 那么国内我知道 对于我说的是大多数就我周围接触的 很多人都是这种996的生活模式 然后下了班以后堵车或者说急公交回家 回了家之后就是做饭 做完饭可能休息一下就要睡觉了 而这边人的话一般4点多5点下班 下班之后回家做饭 可能做完饭也就是6点的时间 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锻炼去健身 或者说有的人干脆就选择5点钟下班之后 先去健身房待两个小时 然后再回家吃饭 所以说他们平时的运动量要比我们中国人要多很多 活动的时间比较多 而且一年当中他们有很多的假期 比如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进入休假的高峰期了 如果说比如说到北部的海边或者南部的山区去修两周的假 调整一下身心 除此之外的话 因为医疗是免费的嘛 所以很多人会选择一年有一次到两次这样一个例行的体检 所以整体来说这边其实人的这样一个健康状况 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要比国内会好一些 我们客观的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疫情发生之后 放的相对来说比较开一些 因为从整体的大数据来看的话 疫情对哪些人是比较危险的 一个是年龄比较大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基础病的人 如果说你基本上身体比较强壮 或者说平时比较注意的话 其实疫情会产生影响但是不至于致命 我刚才就大概说了这一个情况 因为我其实原本计划是想讲一下 关于北京这块疫情的问题 但是因为有一些视频平台管制的比较严 比如说我上一期讲到了五个一的这样一个情况 在西瓜这个平台就没有发布 只在油管和B站发布了 所以这一期的话我就觉得话题不要把它说的太敏感 争取在各平台都发布 这个是最主要的 刚才那两个老人家走了 其实他们在对面我说话其实还是确实没有特别的放得开 他们如果不在的话我至少可以说话声音稍微高一点 我觉得也没有打扰到任何人 那么这边的话老年人说实话 我觉得他们和国内老年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好像还有点同心 老年人会时不时出来 比如说喝咖啡聊个天 有时候还会在路边吃个冰激凌什么的 这种好像在国内就比较少见 当然了国内有类似的 比如说老年人出来跳个舞打个牌 或者说大家一起喝个茶 这个确实是生活方式不同了 然后这个小餐厅其实是很小很不器人的一个餐厅 装修可以说没什么装修 它的装修就是绿化 但是我觉得弄的还挺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反正挺喜欢这种 基本上没有人 人很少很少 这个地方的话也没有什么凉茶 大夏天还是喝了咖啡 喝完以后确实是比较热 但是因为高温是可以杀毒的 所以多喝点了 这段时间其实想讲的话题有很多 比如说五个一 对吧 之前讲过的 然后另外就是有些人比较关心的这面 疫情的情况 那我今天也大概说了一下 同样的话 还有就是前几天 网上有新闻说波兰入侵捷克 对吧 打引号的入侵 这个事情后面证明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乌龙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算了奖 因为我估计可能讲了有些平台也是通过不了的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留学生的朋友 在问一些这边学校申请的情况 这个的话以后有机会我会专门的做一个系列来讲 但是暂时先不做 暂时先不做 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吧 因为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忙 我差不多有两周的时间没有骑车子了 各种各样的事情 因为这个季节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忙的季节 我只能说等忙完这一段吧 而且等疫情过去之后 再去有规划的去做一些事情 好的 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吧 周末的话我会再更新另外一期视频 你记得一定要关注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住我是一只呆在欧洲的chamelin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